这个是这几天说的快递 是不是还蛮好玩的 天气好极了 钱几乎没有 去科夫 好有意思 这是快圣诞了嘛 12月 而且买了一只圣诞四个人 是不是很可爱 超可爱 再给它带一下 它不习惯 好像它不是很喜欢的样子 好像不是很喜欢的 好了好了拿下来吧拿下来吧 不是给你玩的 不是给你玩的 这是一些很小的东西 这很可爱 我这个是想要放那个碰碰箱的 因为我那个碰碰箱感觉已经爆棚了 小猫咪你在干嘛 这个碰碰箱就是碰在手上会有那种薄荷的味道 好了就这样的 等它慢慢发芽就好了 小猫咪 在这儿 在这儿 这是夏天时候画的自画像和我的猫 其实已经很久 其实已经很久了 然后这两天还算是有时间 所以就准备把它继续画一下 好了要出门了 今天是我朋友 今天是我朋友鹿鹿的生日 给她买了一个小蛋糕 我们也和她一起过生日去 这只小猫咪是经常碰到的小猫咪 已经见到好几次了 然后我们今天吃的是个重庆火锅 拿掉了 拿掉吧 砂蛋糕 换的差不多了 哇真的是好棒啊 这几天感觉上海的天气特别特别好 这不自画像就准备先到这里 嗯还没有画完 要画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我准备暂停一下 总之就 总之就是有点找不到状态 但是没有地方亮画 所以我准备先把它挂在墙上 就和大师的那些画 挂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好像是有点退波 不过没有关系 之后再继续画好了 好我现在准备吧 大概三年了吧 三年前在北京没有画完的这幅画 继续把它画完 其实也没有画很久 这幅画最后还是没有完全画完 没有关系 反正最近就是会画很多的画 有练习 然后也有一些创作 最近更新的可能不会特别多 但是如果更新的话 但是如果更新的话 一般都会是更新画画视频吧 哦对 我的网课暂时不开了 因为我算了一下时间 最近两个月时间 应该有点拍不上了 之后如果时间上拍得过来的话 会和大家说一声 也会提前一个月宣传的 大概三年前画了一半的画 三年后又拿出来画了一画 没有画完还可以继续深入 也许再过三年 又会把它拿出来画一画吧 总之这次就这样吧 下个视频不见不散